在這裏我先講兩句 我做音樂節目主持的一貫做法 是在節目裏面播的什麼歌 是完全由我自己做決定的 我會獨立 一點都不會公民 完全按照我個人的喜好去選歌 在任何情況之下 我都不會將這個工作外貨 大家好 歡迎收聽2019年第一個薯片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的來臨 亦都是我們迎接更加多新科技的使用 在21世紀的開始 我們已經見到不少不可思議的新用品 而最令我驚嘆的是目過於 我們日常用的手提電話 在將來我們的生活上的一切都可以用手提電話來操縱 而這一類機 亦都是愈來愈特別 最近我見到有一色的戒指的硬件 只要用一個戒指的手指 觸摸著的耳朵的旁邊 就可以打到電話了 對我們這些在上個世紀 六七十年代成長的人來說 電話的形式的演進 確實是相當特別的 在六七十年代 我們的電話是有兩款的 有些是座機 或者有些是掛機 當然全部都是有線的 而室內無線電話在80年代才開始普遍 但是使用的距離 是不能離開主機太遠 一般人用的電話都是黑色的 而不同顏色不同模式的電話 是要另外收費的 當時我們已經覺得電話是相當厲害的 可以直接打給人 之前要打一個電話 是要首先打到一個中心的operator 一個接線生 要求他們為你接駁 我的太太也曾經在一間老人的中心 那裏做過接線生 當時她說要把打進來的線 直接插進去要接駁的線路 才可以接通 很好玩的 這些歷史性的東西已經過去了 習慣都不一樣了 在六七十年代 青少年最喜歡的東西 亦都是經常被父母罵的東西 就是煲電話粥 新世代的人 我就不太覺得他們是煲很多電話粥的 或者他們都未必知道這個名詞的意思 因為今時今日很少見到有些青少年 不停地在電話上面 Long Talk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外傭 很多時候我在巴士上面 是見到他們不停地在Skype 一定是和家鄉的親人 盡數心中情 那時候要打長途電話 是要提早約定的 然後要親自去到尖沙咀的電話公司去打 收費當然很貴 我記得我爸爸去打長途電話的時候 他要寫下要說那些東西 才可以把握到好這些寶貴的時間 今晚我和大家介紹一句 和身體部分有關的鯉魚 在很多不同的文化之中 都會有不少和身體部分有關的鯉魚 和說法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 我都會和大家介紹幾句有趣的鯉魚 今晚這一句就是 Get into someone's hair 或者Get into my hair 或者Get into his hair Her hair等等 表面的意思就是 走進去我的或者你的頭髮裡面 當然不是這個句的意思 但是就給我們一些線索 去考究一下這一句的來源是怎樣 古時的人當然是沒有我們今天 這麼注重身體的清潔 而不是每天都會去洗頭洗澡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有些塞 就可能會走進去別人的頭髮那裡 搞到他整頭都痕癢 令到這個人很煩擾 很生氣 這一句的意思就是 阻礙他人做事 令到他們感覺到是煩擾 好像我可以說 I can do the housework quickly When the children are not getting into my hair all the time 如果那些小孩不是經常騷擾著我 Getting into my hair 我可以很快地做好些家務的 My wife is happy that I am fully engaged with plenty to do And do not get into her hair all the time 我的太太是很開心我有些事做 而不是經常getting into her hair 煩著她 His snobbishness get into my hair 他的勢力的態度令到我覺得是很煩擾 令到我很怒怒 那如果我要叫人不要煩我 就可以用get out of my hair 停止騷擾我的意思 What do I have to do to get you out of my hair? 那我要做些什麼你才不再煩我呢? 或者是 Kids, your mother is cooking dinner Please get out of her hair and play outside 那小孩 你的媽媽在煮晚飯 出到外面玩不要煩著它 那二句話 光頭的人都可以用的